要尊严 要独立人格 跟中共不要谈 我给连战设计房子的时候 你给连书记设计房子 是呀 连书记在北京有套房 是这个共产党送他吧 骂下属 打下属 他太常见不过了 他把领导给赢了 拿着广球拍子 啪就一拍子 就把鼻子给打散 他让一个黑社会 挣了十几个亿 一个人养六七十个情妇 很正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旁边这位也是这次参加 我们这个美国国会三庄会议 认识到的一位 也是前中共的 就是原来中共的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 法律顾问式的执行主任 是 那听说你好像有被冤狱入狱是吧 是的 可以稍微跟台湾的网友分享一下吗 是的 我呢叫杜文 曾经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 法律顾问式执行主任 前后担任过巴特尔和霍春华的 霍春华 霍春华的法律顾问 09年到了内蒙古以后 他是西藏的干部 他在去内蒙古之前的时候 他先去找他的老领导 就是曾经的西藏党委书记 叫陈奎源 陈奎源是内蒙古自治区当时的主席巴特尔 就现在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 巴特尔的父亲 吉尔格勒提拔起来的 就是说胡春华的知遇之恩的恩人 陈奎源 他的知遇之恩是巴特尔的父亲 这也意味着说胡春华和巴特尔是一条线的 对 陈奎源就告诉胡春华说巴特尔不会给你找麻烦 他会配合你工作的 他去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 巴特尔在东部蒙古 内蒙古呢 他一直以来就是说东西蒙古争都非常的厉害 对 当年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建立的时候 巴特尔的父亲吉尔格勒 是作为东蒙古的代表 所以排除了 就被排除得很厉害 只做了最多做了一个自治区的副主席 是 做的级别不高 但他是内蒙古人的领袖 就受到了一些不公论的待遇 但是相比之下乌兰夫家族就做了 你看乌兰夫做了20年 他的妹夫孔非 之后是他的这个儿子不赫 他的侄子云布隆 之后你看他的孙女 他们一家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做了超过40年 可以说世袭网替的网易 整个全中国独子一份 之后呢 这个巴特尔上来以后呢 他就是东部蒙古的代表 而这个云家呢 就是乌兰夫家族呢 他是西部蒙古的代表 这个期间呢 他就想通过一个个案 乌兰夫的这个二儿子乌克利 他曾经就是以无偿一分钱没花的方式 从内蒙政府这拿走了5个亿的国有资产 就是当时价值5个亿 就是拿的时候没这么贵 就是07年我们办的时候 办的案子的时候 是经财政部评估 案值不大 但是这个事呢 很严重 就说明云家利用职权 肆意侵吞国有资产 之后呢 就这个谁呢 这个巴特尔就想通过这个事来弄云家 这个云家就通过关系 找最高我们人民法院 就被事压下来了 胡春华来了以后呢 这个巴特尔就提出来说 要在全国人大 这开会期间要去质询最高法院 因为这个期间 他们派出了一个特工 就是去最高法院 窃听了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 和对方当事人之间的这个对话 对方当事人向最高法院 行贿了4200万块钱 哇 行贿了4200万之后呢 这个录音我都有 一直都保留的 那么之后他们有这个录音以后 他们要拿这个录音 在全国人大直接播放这个问题 这个事的话呢 巴特尔想 想这个收拾云家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 要去全国人大做这个提质询案 当时胡春华说 你要制造一个中共自建政以来 最大的宪政危机吗 这不可思议这个事情 一个省级的代表团 在全国人大的两会上 去质询最高法院 这在台湾很正常 但是你要说在中国大陆来说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建在学上的时候 后来又是做出一个非常蠢的决定 他就决定 要这个通过公款送礼的方式 给公安部行贿400万 就是对方行贿的4200万 到时候拿出十分之一了 我们出十分之一 拿四半是什么 给公安部的这个 当时的公安部的部长 后来的政华中华委书记 孟建筑行贿 那么之后呢 就是让我们来执行 由我还有公安厅的厅长 自治区副主席赵立平 大家一共同在执行这个事 从前从我们这出 这个事的本身是这个绝密任务吗 什么属于都有 戒条呀 政府会议纪要呀 什么证据都有 结果云家就发现 做云家对胡春华做了个局 公款送礼这个主意 是云家人出的 是乌兰夫的私生子 武之中出的 他姓武 胡春华不知道的 他是乌兰夫的私生子 他是乌兰夫家的奶妈的孩子 好乱 好乱好乱 就是他是乌兰夫的私生子 他给胡春华出这么一主意 他说咱们公款送礼一个公安部 胡春华就听了 听完以后了 这个事呢 本身的跟我就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说一个配合工作的 结果之后云家拿这事出事 说你不要扮我云家吗 那我就半肚文把我抓起来 让我来咬出胡春华 他们决定公款送礼这个事 因为一旦这事曝光出来以后 那事就复杂了 就是意味着说你胡春华更下走 我拿点钱 这是小事 你拿公款四百万公款去行贿公安部 去行贿中央领导 那是怎么回事 对 是吧 你不要连 因为当时他是储君 如果他没有更多的政治诉求 这也不妨 他是储君 他习近平的接班人 对啊 接班人 那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能有这颗丑闻的 有丑闻的 这彻底整个国家的国运也影响了 所以我就倒霉了 这边呢 云家人把我抓起来 逼着我开口咬胡春华 我就不说 因为谁说谁死 后来赵立平说他 赵立平死了 被执行枪决了 就是内蒙自学副主席 公安厅长厅长 被执行枪决了 那个伍志忠 说把他叫出来了 判了个武器徒刑 死了 207年死掉了 我是直直的不提他 我保密哥 我什么也不说 我恃意了 你们这种枪决是合法的吗 合法的呀 谁都不可以提他的 谁都提他的 我们的专案组长 就是现在的中共 中共的国家监委的主任 中纪委的副书记 国家监委主任 牛金国 所以说这个事 我这个案子经历了 塞汉区检查院反弹局 纪委是 胡沃浩特市的检查院反弹局 内蒙古自治区纪检委 内蒙古自治区检查院反弹局 以及最高人民检查院和中纪委 还经历最高法院 给我批准过两次延期 我是在今天看守所中 做了六年两个月审判期间 是臭审期在关到这个看守所里面 就等待审判 审判周期是六年两个月 自治区开放以来最长的一个 因为胡春华之前也被习近平弄嘛 所以习近平三连论 可是胡春华他人还在 他起码还有那个位置 所以让我有点神仙打架 然后你们这些小兵都遭殃的感觉 是这样吗 这个权力斗争啊 是个博弈的过程 是 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他都有他的 就是找他的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说 只要把我这突破了 胡春华就有个臭文在他们云家手里 他就能够把胡春华拿捏住 这样他就能够取得东西蒙古都真的拼 这两天在饭局上也听你分享 很多这个你以前当官的一些趣事啊 不知道跟我也分享一下 我听起来真的蛮悬的 对啊 但是从电视上网络上看到情况下 很多的台湾人对大陆充满幻想 是 特别对共产党充满了一个幻想 就被很多假象所迷惑 我感觉到好像是应该是台湾人不太了解共产党 我一看2400人那就不高了吧 对 我就很感慨啊 我说哎呀 我们一个主席去趟俄罗斯 花了470万 这2400人一年的生活费 中共官员的这个腐败程度 不是台湾人所能想象的 当时这个大陆人就是广泛讨论说 怎么样解决台湾问题 大陆如何能够把台湾解决掉 和平解决掉 不用说什么派那个什么武警啊 也不用派军队过解放军过去 不用 派3000共产党的官员过去 去台湾 公款吃喝一笑 台湾就吃喝了 对 你刚刚有分享到一个 你说什么官员正部级以上 还是什么部级以上去哪里住宿 然后家具全部都重新订 很正常呀 很正常呀 住个几天你要 对呀住三四天呀 意义在哪里 不能用饭店的吗 富贵尊荣啊 牛党的睡眠有些轻 照顾到领导的这个 这不有点古代皇帝 对你看 咱就举个例子吧 就举个当时 咱们那个那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 电力集团的这个 董事长 中国电头的那个董事长 高山 去开会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酒店的 大约是开三天的会 酒店的家具 沙发 桌子 床 床垫 枕头 都是专量身定制的 量身 家具定量身 就因为他说 警说他脊柱有病 酒量是定制 他问题在这个酒店的 沙发能做多久 这很正常 他当时有个理由 说当年李鸿章 跟日本人 签马关条约的时候 日本人一腾博文 就给李鸿章定做的 定做的全套家具 说日本家具 李鸿章用的 用的不习惯 给李鸿章量身定制了 这个什么 这一套家具 李鸿章都有这待遇 为什么 我中共的官员 就不能有这待遇呢 所以说这个家具的东西 不在乎什么木材 也不在乎什么材质 也不在乎什么品牌 在乎是不是定制 你们刚刚还有说什么 去机场一出来 花什么几十万 还正常 很正常 你就是 你比如说 曾经就是 去的 咱们不提谁了 是吧 他来欧洲来访问 领导们 来欧洲 就是出国访问 带一个国企的负责人 这是第一次 在公开个题 面前披露 讲讲这个故事 给台湾人 给台湾的朋友们讲一讲 中共的官员们 是如何生活的 一个省部级领导 那么之后 当时我们 子机场走的时候 走规闭通道 走国门楼 就是去过北京的朋友们都知道 除了1号2号 3号号上楼以外 还有一个国门楼 上面有一个国黑 外国元首政要 进出北京的时候 走到那个楼 这个楼 他就不用走机场中间的 坐火车 那些对于国际中转区 不走那个区了 而是说 他就是直接在国门楼 就能够在这休息 坐在贵宾厅里面 喝杯咖啡 闲聊一会儿 10个人 最后一结账呢 我就问 一块国企的老总 当时包里的老总 叫卢林 我们内蒙党委员 卢总 我说卢总 你带多少钱 钱够吗 是吧 你10个人 你想150万 咱包里游团 那会儿 欧洲15日游不猜 一个人才1万块钱 10个人 不才15万吗 我这10个人 带了150万 我是普通游客的10倍 咋的了 不够了 是吧 来了欧洲第三天 就打电话 给财务总监 赶紧再给我存300万 换完了 这都是公款 对啊 公款啊 哇 这还不是说 多么高档 还有更夸张 还是很那个啥 不是说出来说 吃喝拉撒睡住 就你雇物 领导前面看 这个杯子挺好 拿上了 拿上走了 后面人负责买单 中共的规矩啊 它是这个逻辑 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解放台湾 最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把共产党员们 派过去吧 对吧 公款吃喝这一项 就够了 确实 对吧 像你台湾那点钱 那点纳税人的钱 对非洲大撒币全没了 确实 对吧 这个类似的这种故事 可以说非常的多 非常多 你看一晚上住几十万的 这很正常 官员们的这个情妇 是不以数量为衡量的标准 那是以什么 以质量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 以质量 而且谁不拿这些玩意儿说是 就是因为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对观察 可能大家观察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吧 就是领导们 中共官员们 有小三很正常 你看我知道 有些什么 就听到有这么几个的情妇 不多 有这么几个 能数出来十个左右 是吧 你就听听多了吧 但我们一个听取即干 我们去监狱以后 遇到那玉小平 三百多个情妇 三百多个 我还有一百多个 没交代了 这很正常 一个人养六七十个情妇 很正常 那就你刚提到的 台湾人 尤其是年轻人 对中共是非常的不了解 甚至是充满了幻想 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说 你有什么破解 这种的方式 其他更多的内幕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个人的感觉 其实首先来说 对台湾的年轻人 我认为台湾人 应该珍惜 来之不易的自由 那么现在的问题 台湾之所以 就是说 一些青年们 是吧 一些年轻人 甚至一些老人 他们对中共 不会有很大的幻想 对 是因为 不是说这些人笨 这些人傻 是中共的骗术太高明了 他们就对内 也就是即使很多生活在中共国内的这些人 就生活在牢笼之中的人 他都会对他充满大堂赞歌 感恩戴德 就你一边扇着嘴耳光 一边打他 他一边管你叫爸爸 所以就这种人就被虐待久了 之后就产生一种变态的这种 非正常的一种心态 他对台湾主要是骗和吓 恐吓和欺骗 那么如果台湾青年或是社会 他不能够团结起来 抵制这种东西 不去保卫自己的自由的话 那么就对台湾未来是个可能的 就是很无比的黑暗 你就很简单个道理 比如说你台湾人去大陆 不是很多台湾人可以去大陆 你试试几天 你试一试 你走大街上 你试一试 你一进这个海关开始 人的眼神到互联网 你想上YouTube上不了了吧 想看推特看不了了吧 是吧 那么之后接下来 你要遭遇的任何事情之后 你就发现整个社会是高度不公平的 人和人之间是非常弱肉强势的 四处都充满着欺骗 诈骗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普遍 面对谎言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真实 用事实 去告诉台湾人 对抗假恶丑的唯一方式 是真善美 用真诚 用善良 用美 多宣传这些东西 就是说告诉台湾人 大陆是真实的是个什么情况 共产党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吧 这个让他们认识到这种 他自然就会有选择 你在台湾 你骂你们的赖庆德总统没事 你朝他的画像上破坏油漆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大陆是怎么对待 什么他关到精神病院里 或者派上几年徒刑 或者关到精神病院里 就折磨成精神病 没有丝毫的什么自由这些科研 在大陆的人都从上面了 股票不是腰斩的 跌到脚脖子了 股市崩盘 楼市崩盘 足球都踢不好 弄啥啥不成 足球一起来都很差 足球抓成那个样 踢不起来 抓P2P P2P死了 抓房地产 房地产爆雷了 所以抓扶贫攻坚 确实抓挺好 是全民反贫了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穷 对啊 就是有一种方式 就是消灭贫困的方式 就是我把富人变成穷人 大家就好了 大家也一样有钱 对啊 大家也一样 大家就变得公平了吗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像我们在做这些议题的肯定都知道中国经济确实大不了钱 但是毕竟有钱人可能还是那3%5% 但那3%5%人口可能就比台湾多了 中共或是快手抖音会用这3%5%一直去渲染 那其实会让很多台湾人觉得 中国还是很有钱 我去那边供工资 随便一个月 2-3万人民币 4-5万人民币 想说你作为这个 以前里面的体制内的官员 你是怎么看中国经济 你那个时候 以及现在 中国的经济 其实就没好过 没好过 就是说过去比现在好 现在大不如前了 这是真的 中国人是两类人会富 一类是当官长 掌权的 也那是围绕掌权周围的附庸 所谓的权力的附庸们 这两类人会富 你说一个月2万的工资 那不叫富 是啊 那不叫富 真正的富是那些能够一夜报复的人 是吧 我本身当官可以洒斗成兵 可以点石成金 是八九 你说我是个部长 是吧 我会会说是个局长 你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的 这个项目给你 你整理盈利100个亿 那么之后呢 你分给我50个亿 一般人你分给我60个亿 你那4亿 你很高兴啊 也是很多 对很多 你像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很简单 你像前几天 我谈那个一件平安 我那个好朋友 我那朋友的那个 沃浩特 这个组织开发区的 经济开发区的 那个管委会主任 一个初级干部 后来是副厅级了 一个副厅级干部 他让一个黑社会 挣了十几个亿 给他行贿行贿了五个亿 你想吧 是个什么概念 他就把这个拆迁 仿字项目交给他 你来拆 一本万 五百二万例 拆完之后 挣完钱就败了 中共掌权者及其附庸 附与 你要比如说台湾人想赚钱 那你就找个中共的这个 高官合作呀 做他的白手套 是吧 你把项目给我 我给你分成 台湾有 有白手套 就是为了赚钱 而不择手段 像你刚刚在餐局上 你有讲到一个 让我蛮觉得搞笑 你说台湾有一个主席 是吧 就是连主席 还是什么东西 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连主席 连书记 连书记 这还是前些年的 这算是当年的一个 我还不想想哪一年 2004年的 我只有20年以前的 20年前的故事 当时我家买个新房子 买新房子之后 就是从北京找设计师 帮我看一看 这个房子怎么样设计 是吧 他给我提提建议 设计师 很专业的 大设计师 建设部的设计 具体设计研究所的 当时之后他就跟我聊 我说听说你设计过 很多大人物的房子 你都设计过谁的房子 他就跟我说 我设计过贾庆林的办公室 这往这儿是一个常委 前往政协主席 我说厉害 这个房子需要安个护窗 是吧 安全吗 不是 安护窗不好看 不美观 我说你这个怎么样 最美观 他说 谁 我给连栈设计房子的时候 就是你们台湾的连栈 国民党 当时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一个饭桌 然后一个人 大家其他人说 你说连书记 大陆共产党 他就知道 就管来那叫连设计 因为他很亲共 你给连书记设计房子 是呀 连书记在北京有套房 别墅 是这个共产党送他吧 他是当时 说一个细节 让我是非常震撼的 什么呢 就是说连书记家 这个安保设施非常好 他这个别墅呀 没有安护窗 没有安护栏这些 而是在别墅的这个窗前 地下这 安了一个能够电动 升起的防弹玻璃墙 防爆墙 叫防爆玻璃墙 反正这是既能防弹 那也能防爆给连书记的 这个不是买的 是我党送的嘛 这个是很确凿的消息 作为交换条件是什么嘛 这就不知道 但是他很亲共嘛 就是 哦那 中共有统战经费 中共在统战这方面来说 这点钱不在花香 不值一提的 所以你还有看过什么 对台湾统战的案例吗 对台商威逼 利诱恐吓 甚至那个台商 在大陆之后包二奶 二奶里面有大量的这个什么 中共的人也打工啊某些名义 这个我都听过好多这方面的故事 是是是 咱们知道就是说 哦 他对很多大企业 对很多台商 是有这方面的 要获得投资 要获得技术 还要用他们的影响力 来影响台湾的选票 嗯 那你看中国 经济现在越来越差了 还有各种的倒行逆势 你是怎么看中国的未来跟走向 中国的未来是会非常糟糕 就是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型期 它就处于一个政策从高处跌落的过程 对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多糟糕 我去年的时候 我们一块有一次一个饭局 大家一块吃饭 今天咱们是聊到了这个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你说台湾的年轻人去大陆 是吧 去工作一月挣几万块钱 那是以前 你现在试试 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 很难了 大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呀 有人跟我说说 大陆大学生达到了20%的失业率 我就笑了 去年这块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很不错的大学 他的这个就业指导处的处长 这块吃饭 大学教业指导处 对 就业指导处这个处长 他这一块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他突然接到个电话 密码神色跟他很紧张了 当时就打开手机 就现场开这个电话 电视电话会议 为什么呢 是这个有一个学生 告诉教育部 告诉教育部 说他们这个就业率造假 校长跟打电话问他 说咱们到底造不造假 就处长就说 咱们今年的这个就业率呢 是85% 有15%的那个失业率 大学生就业 毕业以后就不了业 说好 这是咱们的官方数据 实际的呢 实际是翻过来 翻过来 就是说这个就业率是15% 有85%的是失业率 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用这种 真善美真话去戳破它 因为在你们国内 是没有办法这样讲的 但是翻墙的人 又不见得这么多 对大陆真正影响 其实不是政治 不是正论 而像你这样的 你漂亮小伙子 偶像明星一样的这样人物 他们更喜欢台湾的艺人 这些人其实对大陆影响是 是很大的 第二就是 我有感觉就是 其实现在大陆这 老百姓 基本上都能够认识到 共产党多坏多恶 只是不敢说而已 真的 就敢怒而不敢言 就是你到 从猪放那 都知道 那个共产党不好 很简单 你去中国和蒙武国的边境 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 你看那野生动物 就在那个俄罗斯 或蒙武国那边转悠 绝不踏入中国国境万部 为什么这地方不行 你过来打 往死打的 你在国境那边是安全的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动物都值得用小投票 都不来 何况是人 但是难题就是说 难题单的男的 台湾人如何 不要产生幻想 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清醒头脑 靠的不是谎言 给共产党造假是 撒谎造假 释放谎言 只会损害自己的 这个 这个公信力 你比如说造一些 说一些有问题的新闻 所谓大话这些也容易影响 这些公信力 包括很多台湾的电视台 以前是很好的 在大陆也有很大影响 现在就不行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很多电视台 有的电视台 不能不能说一杆打死一骗 那不合适 就是有的电视台 其实它就是由于新闻注水 关于大陆的一些报道 它是不真实的 就是哪怕有一条 大陆的媒体就会放大 就是台湾的新闻 全是假的 实际不是这样的 大家要比你新闻联播 比你大陆的媒体 那都强太多了 它强太多了 随便拿出一个的 都比大陆真实太多 但是它不是 它不这么说 它有全大的宣传公司 告诉你说 假的 甚至曲解 甚至曲解你 污名化宣传 形成说是你台湾 就是一群 扣无的烂的人在做新闻 对 但是我有发现一个点 我也有上过 共产党的大 它是这样的 它会自己丢假新闻给你 它会自己去造谣自己 然后养这个新闻养大 然后可能海外的人 看见 因为当然我们会 等一段时间发酵 但它就是持续让它发酵 对吧 它自己养这个 有点像什么 插甲席的概念 然后等到很多人 开始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反过来说 你们都造谣 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 这招还蛮厉害的 是的 你就像前段时间 关于习近平那个 那么说习近平是政变了 什么太后政变说 是吧 说他什么这个 张又霞军事政变 各种各种说法 到时候就告诉大家 假的 我很明确的说这是假的 当时传的太邪惑了 我还打电话给 过去的一个老朋友 在这个 就是这个 中办的一个老朋友 我问了 他就告诉我 三个字都正常 别的话不能多说 说都正常 就说明啥事都没有 但这种新闻到报完之后 当时报的是轰轰烈烈 实际 实际到时候 最后翻过来之后 他就会说 这些海外这些自媒体 全是骗子 对 打击你最好方式 就是把你陷入一个 不仁不义之境 对 用你自己的嘴 证明你是个骗子 对 中共在宣传策略 这个问题上 那可得真是 搭起十万个精神了 你看 就是你可以在视频中 把一些中国大陆的那些扫民 他们如何 城管如何打这些老百姓 对 那在大陆这边 很多人就说 城管这么厉害 你去把他派钓鱼岛去 把那日本修改灯台就拆了 没人敢去 就对老百姓才狠 对民众才凶 他对内啊 是凶残无理 对外呢 是软弱 你看他挺凶的 就欺负个菲律宾啊 这些海系 你咋不对美国 给收拾收拾 不晓得你以前 还是说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我蛮想知道中共的官员 是怎么骂下属的 对啊 哎呦那太多了 骂太难听 就是脏呀 骂下属 打下属 他太常见不过了 可以打下属 打呀 我举个例子啊 我就拿我们的秘书长来举例子 乌兰巴特的例子 他是配种站长 就是那个牲畜改良站的站长 对对对 他长得还是蛮帅的 没有你帅 但是这个长得还是蛮帅的 这么一个 他那是 那时候我们支持一个女主席 所以说女主席找个配种站长 过来当秘书长 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知道笑话很多了 这都是纯属 就是算是一个坊间的笑话 这个秘书长呀 脾气不好 有一次呢 有一个女干部 他起草一个 我们的部位秘书处嘛 好几个秘书处 秘书起草一个文件 那会儿就先写 手写 他就写了个错别字 这秘书长拿着秘书长过来寻稿 秘书长你看一下 这个稿形成 拿起这个稿子 第一次拿这个稿子 啪就撞到这个 女干部脸上了 这是内蒙古字区政府 你一个初级干部 写个稿子 都出现错别字 把他给鼻子 各种各样的脏话就完了 回去出去改 这个女主席着急啊 回去去改半天 手写嘛 经常就出错 这很正常吧 不是啊 是吧 第二次遇到 又有个错别字 啪啪就死了 啪让他脸上了 又骂了一个 哎呀 再回去改吧 再改之后 第三孿回来 又出现了几个错别字 就真是是是 越就是所谓的 情形成这样 越急越出错 这时候这个 就没转干了啥事 你猜 拿起来这个纸 不死之子 直接争斗 窗外去 就又来不成 这么多 就各种脏话 女干部骂他 哎呀 他人跳了楼 那意味了 但是中共还有个特点 就领导 相信你的时候呀 他才会骂你 相信你的时候 就是对你好的时候 他会骂你 当这个领导 说你笑呵呵的时候 你犯了错误了 没骂你 没说你 你就离到没不远了 刚我一上班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清楚 是这个 那会司法部 我在司法局上班 司法部在我们当地 搞了一个现场会 现场会之后 什么会 现场会 现场 就是两楼释放人员 那个帮教 安置帮教现场会 搞了那么个现场会 现场会的时候 我们那个科长 就说我在办会的时候 就是年轻人刚上班 毛手毛脚的 肯定有不周到的地方 于是就把我骂了一顿 之后 其中一个山东 是哪个省的 我忘了 有一位一个处长 就给我说 你要知道 领导骂你 那是对你好的体现 他骂你 你知道自己错了 你不进步了吗 中国的官场哲学中 就是骂你的时候 一般的时候都能挺大 你就打 你像我们那个 那会儿 我们办公厅有个厨长 他们每天 陪领导打这个 打这个网球 陪我们主席啊 书记都爱打网球 我们秘书也要打网球 陪我们秘书也打网球 他每次都 陪这个名字打得很好 打不过 既陪你 留好多圈 觉得很有意思 他又打不过你 最后让领导都胜了 一球啊 一分半分 就让你胜 领导我们都很高兴 那天呢 他就好死不死的 他不开眼 你知道吗 他把领导给我赢了 赢完之后 这领导就不高兴了 拿着网球拍子 啪就一拍子 就把鼻子给打拍了 鼻鼓骨折呀 那要做监狱的 挨打的处长 不敢说话呀 抵头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后来之后 就像九强上去 马上提拔为 自治区办公厅副主任 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副厅级了 紧接着 安波特纪委当副书记 现在已经当自序副主席了 副省级了 这挨打呀 忍住呀 还是很有好处的 在中共的 这样子 扭曲人性的 如果你要尊严 要独立人格 跟中共不要谈 为人进出的门 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 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 给我自由 我给你自由 就是这个逻辑 好 这么听起来的话 跟中共这种流氓 真的不需要跟他讲道理 也不用跟他谈条件 但是当然啦 我希望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对中共不要抱有幻想啦 这几天都邀请到 两位前中共体制内的人士 跟大家讲解了 那也是希望这个 台湾人多多看这个节目 多多分享这个节目 你也有一个自己的频道是吧 是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的频道叫 内蒙古杜文 内部视角看中国 如果想了解 关于霍春华的故事 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好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 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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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